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 我们讲fx定义在区间i上 如果存在有i上的点x0 使得对于i上所有的点x 它所对应的函数值fx都小于等于fx0 那我们说fx0为函数fx在区间i上的最大值 最大值我们把它记成是大m 大m的意思就是fx在i上的最大值 最大值我们通常用maxim来表示 或者是用函数名称小f下标用max来表示 那这个我们如果不强调函数所对应的区间的话 我们也用fmax来表示f它的最大值 同样可以定义函数的最小值 函数在区间i上的最小值 那就是刚才的不能试给它反过来 对于所有的i上的x 有fx大于等于fx0 这时候称fx0为fx在i上的最小值 最小值我们用minim或者是fminim来表示 最大值也好最小值也好 与函数以及它所讨论的区间有关系 我们举个例子 fx等于cosx减1 这个函数如果是在整个十桌上来考虑的话 它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它的最大值呢是0 最小值呢负2 如果我们仅仅是在0到二分之π这个区间上考虑的话 那相应的最大值是0 最小值呢负1 所以我们要求一个函数的最大值 或者是最小值的话 一定要给出相应的区间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 所谓的最值定理 就是什么样的函数 在什么样的区间上面 它一定存在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这里给了一个充分条件 就是连续函数在有界必区间上 一定存在有最大值最小值 或者说有界必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一定有最值存在 好 画个图来看一看 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例如 黄色的曲线是连续函数fx所对应的图形 在ab区间上面 它分别在x1和x2这两点 取得函数在该区间上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当然 一个函数在一个区间上 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唯一确定的 但是取得最大值最小值的点 可能是不唯一的 例如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在一个点处取得最大值 在三个点处包括端点 取得最小值 下面我们关心的问题是 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一定存在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至于它是在哪些点上面取得最大最小 这个我们并不关心 在这一点点处理 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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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处理